每一年的新年呢,都是辞旧迎新 辞去旧的,迎接新的 也是告诉我们要善于总结和憧憬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琪子 首先呢,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 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能够万事顺利,虎虎升危 今天这期视频呢,主要就是来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2021年全年的旅程 吸取经验,分享给大家 然后咱们也来看一看我们2021年这一整年下来一共花了多少钱 总的来说呢,2021年整个一年都不是特别的顺利 跟20年走黄河的时候相比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归根结底呢,还是因为疫情 这个原因对于旅游行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在2021年开年的时候,我们本身是计划着过完年就出发 继续沿海之行 可是因为种种原因呢,一直拖到了3月份再出发 好在后面一切顺利 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让我见识到了祖国东南沿海的发达 当然了,沿海的各种美食我们也都没有错过 沿海的旅程是从2021年年初的东兴 一直持续到了6月份到丹东正式结束 四大海域各不相同,无论是习俗还是风景都让我毁味无穷 沿海的旅程让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在海边 而是在绍兴 乌鹏船 浑香豆 三味书 臭豆腐 每一处都是那么有书香气息 即使我们是第一次来到这儿,也不会觉得陌生 感觉一切都似曾相识 绍兴完全诠释了什么是江南水乡 什么叫小桥流水 沿海走完,我们就马不停蹄地开启了东北之行 沈阳 铁岭 四平 长春 一路看着老工业基地的兴衰和没落 感受着东北人的幽默 本来想直接去转完东籍还有北籍 可是因为要回家打疫苗 所以呢,又被迫地改变了行程 回家打完疫苗再出发 我们就决定先去内蒙了 因为这样的话,路线上是会更顺一些的 四子王岐 二连浩特 再到西林郭落 正好我们在夏天来到了最美的草原 舒适的温度 美丽的风景 让我放慢了旅途的角度 一直到墨河 再从西西哈尔返城 是我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我们在阿尔山看到了不一样的草原 在满洲里看到了彩色的小镇 在俄尔古纳看到了一望无际的湿地 在恩河尝到了正宗的脸巴 看到了俄罗斯模样的大汉 却是一口的东北话 在满规体会到了洞土上修建公路的不易 在墨河北极村找到了北 又在塔河欣赏到了凌晨三点的日出 总之呢 大东北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的 也坚定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冬天再去一趟的想法 走完东北也基本上快到九月份了 就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 在不知不觉间 2021年就已经过去了一多半了 从九月份开始 我们本身计划的是一路向西去新疆的 一开始呢 从山西到陕西都是比较顺利的 可是后来还是因为疫情 我们的新疆之行呢 就止步甘肃定西了 后来又想南下迂回四川进藏 又止步于礼堂 带着很多的遗憾 我们是又把云南的美好挖掘了一遍 也算是比较充实吧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人生呢 就是充满了遗憾 有遗憾也是一件好事 是为了能让我们将来更好地去弥补 遗憾呢 也可以说是我们在回忆当中 一件比较美好的事情 沿海之行 玩东北的旅程 从大西北到大西南 2021年整个的旅程呢 就是由这三部分组成的 我也都添加了合集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往回再去翻看翻看 其实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 还是我们这一年在外的旅行花费 我也经常呢 能够收到大家的私信 就是会问我们 一年下来在外旅行要花多少钱 这一年呢 在外待的时间有多少 今天就跟大家来揭秘一下 熟悉我们的朋友肯定也都知道 我们2021年的旅程呢 就是从2021年的三月底开始 一直到二二年的一月底正式结束 一共呢 就是十个月的时间 这期间呀我们是一共在家呆了三十多天 如果说按照一年来计算的话 至少也是在外面要呆了十个月 出门在外是非常不容易的 不过呢 好在有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的陪伴 心理上也算是一种享受 关于费用呢 其实我们每一段行程结束之后 都会总结上一个行程的费用 我们分别呢是在2021年的6月16号 总结了沿海的费用 然后在9月4号总结了东北的费用 沿海三个月呢一共是花了 三万两千六百八十七块钱 东北的两个月是花了两万七千一百五十二块钱 从21年的9月份开始到最后的西南旅行的结束 我们也在前两天呢发了费用的总结 一共是花了四万九千二百零六块钱 综合算下来呢 我们这一年在外旅行的费用一共呢 是花了十万九千零四十五块钱 不知道这个数字跟大家预期的一样不一样 今天是大年初一 这个春节很快也就会过去了 我们马上呢就要开启2022年的新的旅程了 今年不管说什么也要去走遍西藏和新疆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的风景 拜拜